岛上看一下 上面有两个稻洞啊 这也证明了曾经有人来到过曹操墓啊 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个地方就是主墓室 就是埋葬着曹操的地方 毛泽东在浪桃沙 北戴河一词中提到 大雨落幽艳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水边 往事月千年 魏武挥边 东林街时友谊篇 秋风萧瑟 今有事换了人间 大家好 我是李小森 毛主席提到的魏武挥边 指的就是魏武帝曹操 大家还记得 我曾经在北戴河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首词吗 这首词描写的就是 毛主席在北戴河的时候 他想起了魏武帝曹操 曾经也去过那里 于是啊 他就感慨万千 做了一首浪淘沙北戴河 我身后呢 就是魏武帝曹操了 你看他手里拿着长鞭 在策马奔腾呢 而且呢 下面还写了四个大字 魏武挥边 我现在所在地呢 就是在曹操高陵 他也是在安阳的所在地 东林街石已关沧海 这首诗出自于曹操的 《关沧海》 他所描述的就是 北戴河的街石山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曹操在东行的路上 登上高高的街石山 来观赏 苍茫的大海 往事月千年 换了人间 后来啊 毛主席也在 北戴河的街石山上 非常感慨啊 于是 他写下了 《浪淘沙》 北戴河一词 其中 就提到了这个场景啊 魏武指的就是 魏武帝曹操啊 你看他 挥着长鞭 策马奔腾的样子 非常神气 往事月千年 换了人间 难怪毛主席 当时会非常的感慨啊 我也非常的感慨啊 没想到过了千年之后 我也来一睹 曹操高陵的风采 这幅图描绘的 就是在东林街石上 曹操观沧海的时候 写下的一首诗 现在已经纳入了 小学语文课本里面了 六月份的时候 我也去过这里 我也和曹操一样 观了沧海 曹操高陵 位于安阳市 安阳县的高穴村 2006年的时候 被一户农家所发现 大家看 这个就是曹操墓的入口了 从这个角度看 非常的大气 从这个牧师门打开 曹操就长门以此了 但是现在呢 被工作人员保护起来了 从博物馆进去 有一个曹操墓的仿制地宫 这个地宫让我想起了 盗墓笔记啊 我感觉盗墓笔记 他们经常就从 这种地宫门进去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地宫的大门了 朋友们 这个就是曹操墓的 一比一的墓道了 这是一个仿制的地宫啊 我们进去看一下 听说啊 在地宫里面还发现了 曹操的头盖骨 和他的枕头 这就是曹操高龄 刚被发现的时候的 遗址的样子 这个就是曹操的牧师门了 发现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能证明 这是曹操高龄的 还有一个时诊 大家都知道曹操有头痛病啊 于是他就经常 镇着这个时诊睡觉 这个时诊能起到 治头痛的作用 当年华佗还在为曹操 治疗这个头痛病 后来华佗说 要给曹操开炉嘛 做个开炉手术 曹操怀疑 华佗想害他 于是把华佗给杀了 这里就是还原了曹操 当时带兵打仗的 一个场景啊 这个叫决战关渡 这都是东汉末年的时候 的战争啊 大家看那时候 打仗的场景就是这样 骑着马挥着鞭 直接去厮杀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 就是曹操的主墓室了 大家看到 左右有两个侧室 往后走 其实这个呢 才是曹操的主墓室 大家往上看一下 上面有两个倒洞啊 这也证明了曾经 有人来倒过曹操墓啊 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个地方就是主墓室了 就是埋葬着曹操的地方 然后在他的对面呢 这里发现了两个头骨 经专家分析呢 一个是五十多岁的女性 一个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后来专家猜测 可能就是曹操的妻妾 其实在曹操的墓室 发现了三个头盖骨啊 其中两个呢 是两名女士的头骨 那他还有一个呢 经过专家鉴定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 男子的头骨 据史诗记载呢 曹操去世的时候 刚好是六十六岁 这也吻合了曹操墓地 遗址的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地方呢 还是曹操的主墓室 但是我们发现 曹操头骨的地方 竟然是在涌到 这个地方发现的 后来呢 专家发现曹操尸体的时候 发现曹操身上 竟然有鞭尸的痕迹 其实这个墓室 当时打开的时候 被毁得非常的严重 因为第一次来盗墓的 并不是盗墓贼 而是司马家族的复仇 因为司马家族啊 当时特别恨这个曹操 于是当时他把这个墓地 毁得非常严重 这就是之所以 我们看到曹操的头盖骨 并不是在他的主墓室 而是在涌到这个位置了 朋友们 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呢 就是曹操的主墓室了 曹操当时呢 就是埋葬在这个地方 那么其实大家看到 曹操的墓 跟别的帝王的墓比起来 真的是差得很远啊 就好像和别的帝王比起来 显得非常的简陋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曹操墓呢 其实呢 大家看过盗墓笔记的都知道 有一个叫摩金校尉一词 这个摩金校尉呢 就是曹操给他的手下 起的一个名字 曹操呢 才是盗墓界的鼻祖啊 因为当时曹操的军队呢 需要军饷 所以说呢 曹操命他的手下 经常去盗墓啊 就盗一些金银珠宝过来 充当军饷 曹操这个人呢 生性多疑 所以呢 他也怕他死了之后 会有很多人 来盗他的墓室 传说中啊 还有72遗种的这个事件 因为曹操呢 把他的墓室 分散成72个墓室 让后人找不到他的墓室在哪里 所以呢 这也证明了曹操这个人 非常的狡猾 但是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呢 就有待考证了 那你认为这座墓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曹操墓呢 请在下方留言给我啊 我们现在从 同盟古镇往回家走的路上 我天哪 这是什么 哇 这个天上呢 埋满了一层雾气 你好 我是李小森 现在我来到的是 同盟古镇原家村 这里我已经半年没来过了 没想到这儿 现在变化好大呀 多了好多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 我身边这个农民伯伯吧 我感觉第一印象 感觉它有点像鱼工 你看 它拿着个铲子 正在移山呢 但是它的 的确好像是一个 农民伯伯的这个形象啊 这个是用稻草 搭起来的一个大象 你知道以前 冬水车都是人工这样登的 看 我跟这两位同学 一起登水车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打农药的 纯天然的 跟开了一朵大花似的 这里应该都是租衣服 拍照片的吧 现在很流行这种 租衣服 然后给化个妆 去立江做的 老板这个多少钱呀 所以租租衣服 不限时间是吧 就是自己出去拍 这个239 对 咱们是扑波 还拍照的 拍照是需要另外一件费 不再一百二十块钱 是这样的 现在还不到吃饭的点呢 哇 你看看这里又开始排队了 这是这家卖糖糕的店 每次都是排队这么长的人 我从来没吃过 因为人太多了 两块钱一个糖糕 红糖的 看斗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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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旅行嘛 就是光吃光吃 如果光看没有吃的也很无聊 就得逛和吃结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大家说我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其实有很多网友说 小孙女就知道吃 你说旅行嘛 除了看斗银 以外 不就是吃了吗 不知道吃的人 那得多无聊呀 那得多无趣呀 是吧 今天我们出来玩 还专门拿了个羽毛球 怕我们打算在这打羽毛球呢 但是我看这个房子吧 有点危险呀 这样很容易打到那个房梁上面 这个后面现在变成了一个 完全的儿童乐园了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大城堡呢 都是小朋友的乐园 现在的小朋友也太幸福了吧 晚上好像比白天的人还要多一些 你看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这个灯 还随着音乐的这个律动开始闪烁 好搭呀 晚上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在这吃点东西 还挺惬意的 但是吃的啥我忘拍了 只吃了一片狼藉啊 这里还有好多猜字迷的 比如说这个仙乐打一成雨 仙乐 这个是相声打一成雨 这么多 全部都是迷面 没有迷底呀 太上老君身手 太上老君身手打一成雨 我听了 且攻击打一成雨 且攻击一毛不白 我终于打出来了 终于猜出来一个 大家看啊 这个树上挂了很多这个墙幅 你看上面都是写的上腹中小傲 就是各个学子在这求学的 因为这里叫文昌阁 里面呢就是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呢 就是装门掌管天下读书人的皇帝 所以很多学子都在这里来拜文昌帝君 希望自己学业有成 能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 你看上面都记了很多这种红色桥符 晚上的夜景好像更好看一些 这里其实还有民宿 如果不想走的话就在这里住民宿 真正的感受古城文化 这里真的越来越像云南的样子了 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古厨洞 我现在就是在一家客栈的门口了 你看这个客栈 这儿还有一块小泉水的 好清澈呀 我觉得游水的地方我都很喜欢 这个游船也太漂亮了吧 我看一下它的票价是50块钱半个小时 真的太有那个古代的感觉了 我觉得好多古代的文人默客 都坐着这个小船 然后去这个小河上面 饮酒 作诗 有时候呢可能 再招一个名记 就在这里 吟诗作对 太轻易了吧 古代人好像比我们现在人会享受啊 此时此刻我很想吟诗一首啊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 鸭心河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儿了 明天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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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